接下來跟各位介紹的是潮汐 潮汐發電 月球是影響潮汐的主要因素 我們以前有教過我們在地科會正式學這件事情 月球是影響潮汐的主要因素 潮汐就是海水水位的深深降降 因此我們就可以利用它的水位差達到發電的效果 所以你要找個潮差比較大的 身高降低差比較大的地方來做這件事情 像水力發電一樣衛能可以換成動能 動能可以換成電能 換成電能 潮汐發電也是一樣 風力發電也是一樣 比如說不會爆掉很安全什麼之類的 缺點就是要有足夠的潮差 那個高度差要夠 潮差太小的不行 台灣大概是中部的潮差比較大 中部的潮差會比較大 南北的潮差會比較小 然後也有海水會侵蝕啊 還有暴風沒把它打壞啊之類的問題 因為在海上有很多風浪 風浪的問題 下一個是學測問過的問題 生殖能 就是利用動植物所衍生能源稱為生殖能 比如說穴穴、渣渣 比如說糞便 有糞便 你們是不是在念地裡有學過什麼薄牛什麼之類的 那個糞便可以拿來燒那個 有沒有 那個牛的便便可以拿來燒之類的 好 然後就這樣子 這些東西可以那些殘渣啦 那些便便啊什麼之類的 可以拿來做 拿來做 要所謂生殖能 這個學測問過這裡 有的就直接燒 便便直接拿來燒 便要直接拿來燒 就得到 或者是把它發酵做成酒精 這個巴西吧 巴西在做這個東西 把那個玉米是不是 玉米然後做成酒精 做成酒精 那但是也有一些點心的問題 就是你把那個可以吃的東西拿來做酒精 它就不能拿來吃了 有一些糧食供應上的問題 然後就糖類發酵 所以以前好像那個二戰末期 日本人也會那個 就把那個糖啊 做糖會拿來去發酵便酒精 做為那個燃料用 然後被吸物 早氣就是夾碗發酵 早氣夾碗 然後或者是在做這些 讓它產生一些裂解 然後產生一些物質 然後可以做一些原料 這些原料 就是它可以用的方式 看一下就好 這是一個做法 可以一個做法 然後那個甘蔗 然後呢 可以拿來燒會把它做成糖 然後那個渣渣可以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看一下 好 甘蔗 那生子呢 來源豐富技術 就是種 種東西嘛 種玉米種甘蔗 種技術很簡單 好 來源很豐富 然後也不用高溫 不可以做出來 然後也沒有空氣污染 但是呢 轉換效率低 一樣 再來 你要種一大片田啊 你要一大片田 它需要土力要很大 它需要的土力要很大 需要的土力要很大 就會有兩大問題 基本上到目前為止 我們所要發展的新能田 有幾個是共同的問題 共同的問題 就是技術都有在提升啊 商業運產的價值啊 有要在提升 因為呢 轉換效率不高 因為成本很高 等等這些因素 基本上它都有受到地點的限制 就是太陽能要有足夠的日照 風力要有足夠的風 潮汐要有足夠的潮叉 不是每個地方都能夠用的 好 目前那些只有水力 是比較多利用的 可是我也講過了 水力發電 現在也受到很多環保的挑戰 因為蓋水庫就要淹沒一大片 有生態環保的問題 你看環保的問題 好 這是我們的未來的希望 未來的希望 核融合 我們講過核融合是核反應 1的1C平方嘛 所以它可以產生很大的能量 而且它有沒有放射性 沒有 它沒有放射性 所以它出來的東西沒有 不像核分裂會有放射 只會一拍爆發你的問題 它沒有 所以它是很好的 也是我們講過恆星發光發的 就是靠核融合 它原料取得 比如說我要氫濃合成汗 水電解釋化解變化能量很少啊 核反應是核反應能量很多啊 花車老德人都很OK啊 很容易取得 然後也沒有放射性備料 很好啊 蠻好的 可是呢 目前沒有辦法控制 它在可控制的環境下 持續的進行 只能夠控制 幹嘛 碰掉 氫濃 炸掉可以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炸掉 所以現在只能夠炸到 它在可控制的環境下 只能夠控制 然後現在是沒有辦法 目前無法商業運轉 那這是我們的盼望 現在你會聽到所謂低溫核融合 低溫 所以低溫相對 你本來要一千萬度 我如果都像剛剛一百萬度 就叫做低溫 你知道低溫 這個意思 相對我們需要 然後有人需要夢想核 四溫核融合 正常一般都可以核融合 但是目前都是金貸公共 沒有人做到 但是如果有一天 我們能夠把它商業運轉的話 那我們的能量的來源就會比較豐富 就比較不會欠缺 而且想說它沒有放熱性不然的問題 但是目前 仍然在研究之中而已 OK